車外觀風格 那請教你一下 這次的車外觀風格 還有顏色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你這邊來分享一下 這次重新回歸的GTE V300 它提供了潛赫煞跟 泰鐵輝這兩種車色 我今天騎的是潛赫煞 這個潛赫煞其實 帶有一點點 有點像是水泥或者是奶油白 這樣子一個色調 可是它搭配的是 跳色的元素 也就是說在它的車身上 在它的輪圈上都有 亮橘色的一個跳色的塗裝 我認為它這樣子一個配色 絕對是 跟隨著潮流之外 能夠帶來與眾不同的一個視覺效果 其實剛剛騎在路上 還蠻多人多看它的兩眼 就是它這個 這台車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Vespa它可貴的地方 我認為Vespa它走到哪裡都是風景 就是這樣子 因為無論是像我今天到了大華車站 一個小小可愛的車站 或者是到了平溪的老街 等等這些富有歷史意涵的一些街景的時候 Vespa的復古的痛調 就是能夠跟所謂的街景 這些街景融入在一起 那你說它如果到現代化的街頭 它也不會突兀 我覺得這就是Vespa它能夠俊勇到現在 數十年不變 可是卻能夠因因萬變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景點 好這先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從2017年的時候 GTV就以特製版的方式去做推出 那今年再次改版 可以介紹一下改版的一些特色跟重點嗎 好那我首先來說一下GTV的原油 GTV這台車 它其實是為了至今1951年 當時Vespa去參加六日月大賽奪冠的車款 復刻而來的 它的主體是用300系列 也就是說278C系列 去搭配復古的元素 復古元素呢 在GTV上面最主要就是在前土俗上面 它有一個錐形 而且前面是圓形的一個頭燈 跟1950年當時的Vespa 其實是完全相同的一個元素 那至於這次2023年 再回歸到台灣來的GTV呢 它又帶來給我們全新不一樣的風貌 除了它有全新的配色之外 它在整個科技的應用上面 也跟隨著時代潮流 而去進進 這次的改版 它是比較經典的 它是比較經典的 我不知道它這次改版有沒有特別 針對一些數位化或科技化的東西 做一個導引呢 這一次的GTV 我們可以首先看到 它最主要在外觀上的改變 像剛剛全新的配色之外 就是頭燈尾燈 包含方向燈日行燈 全部都已經LED化了 那在頭燈的部分 它也有分上下層 你可以看到它有遠燈跟近燈 尾燈的部分呢 在它的方形的框架之下 它有重新安排的LED的導光條 這樣看起來又更有時尚科技的感受 那我們回歸到龍頭的部分 龍頭它原本是羅把式的設計 可是這一次喔 在它的前面的所謂的風鏡外蓋 它採用的是車身銅色的 那至於在後方的這個儀表板 現在是一個全新圓形的 數位的彩色儀表板的規格 其實它的質感呈現蠻好的 而且它表面是霧面的 所以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能夠盡量減少反光 帶來辨識度不足的問題 除了這個數位的儀表板之外呢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它跟隨了其他300車系喔 它也升級了Keyless的免鑰匙系統 你只要把鑰匙帶在身上 不需要拿出來 甚至放在包包裡 隨時你接近車子 按一下開關 然後再轉動 馬上就可以啟動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都會用車來講 非常便利的一個配備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希望能夠再更精潔的一個科技感受 原廠也提供能夠選配 就是藍牙連接手機這樣這些功能 讓你可以去即時監測各項的資訊 包含在車輛的診斷等等這些功能上面 有更全面的一個感受 包含剛剛有知道說你有去試乘嗎 那可以分享一下整台GTV騎乘的心得嗎 好 說到試乘這個喔 我先喝一口咖啡 好 其實300系列的Vespa 多年來我曾經騎過無數次 每一次它都帶給我相同 可是又是完全不同的驚喜 然後我講到相同的部分喔 這個相同的部分就是 在鋼製的這個車體之下 搭配它的單搖臂的經典懸吊 它就是能夠提供你在舒適層面這個需求之外呢 你甚至在蜿蜒的山路上駕駛的時候 它也能夠帶來靈活的反應 你有時候會覺得說 Vespa這麼重能夠靈活嗎 這真的是它巧妙的地方喔 那巧妙的地方就是說 當你今天在山路上想要去暢行的時候 它的懸吊能夠帶來即時的支撐感 可是在都會比較複雜 而且是騎去路面上它的整體的彈跳感 又不會說太重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我每次騎著300系列的Vespa 我都想要去中長途的這個遠征 那這一次呢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來到了所謂的平溪 也就是說106線道 這周邊 我這次騎的也是非常愉快 雖然天空不作美喔 它並沒有太大太陽 可是當路面有點濕滑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說 車身給你帶來非常好的穩定性 無論如何你在全油門加速 或者是半油門加速的時候 它都能夠即時帶來非常快速 而且是線性的一個反應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長途中途旅程 非常需要具備的一個條件 因為它能夠讓你無壓 而且非常輕鬆自在的去騎乘它 並且能夠同時的去享受你所到之處的沿途風光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台 類似GT化車型喔 應該賦予的一個最主要的意義 那這一次呢 GTV300 在它的全新的配色 全新科技的升級之後呢 它的售價目前來到三十四萬五千元 有點貴沒錯 但是呢 在它的歷史的傳承 在它的整體的外觀的設計 你會覺得 它還是在機車界裡面 是值得你擁有的一台車